在新疆东南部是中国最大的县若昌 总面积比山东省还大5万平方公里 这里的特产是红枣 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 2000年前县内有西域36国中的楼兰国和若昌国 若昌的历史比楼兰还要悠久 距今已有一万多年 这个小国因何而起又为何而灭 古老的若昌今天又是什么模样 跟着我一起走遍新疆 大家好我是格浩 今天咱们来到了位于新疆东南部的若昌县 这个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总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咱们内地的两个浙江省加起来那么大 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这个中国面积最大的县总人口有多少呢 只有8万人 实在是太少了 就跟格浩的家乡 山东一个比较大的镇的人口是差不多的 那么为什么若昌县的人口会如此稀少呢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干旱 这里的年降雨量有多少呢 只有28毫米 就比咱们内地的十分之一的降雨量都达不到 那么若昌县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建筑了吗 这个建筑是若昌县的博物馆 但它并不叫县博物馆 而是叫楼兰博物馆 那么若昌县跟这个新疆最出名的楼兰古城 古代西域36国里的楼兰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咱们现在就走进若昌县的文化地标 楼兰文化公园 去那里揭晓答案 大家看在离我们驻车地旁边只有200米 这里就停了一排的这种共享电单车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新疆确实要比西藏先进了很多 隔号去年在西藏待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下了很多个县里面 都没有找着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 去这个楼兰文化公园有两公里 戴上头盔咱们就出发吧 现在给大家揭晓谜底 这个楼兰到底跟今天的若昌县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就一句话 当年的楼兰古国就在今天的若昌县境内 楼兰古国的历史有整整4000多年 但是若昌的历史要比楼兰悠久得多 足足有一万多年了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就在若昌县南侧的阿尔金山骆驼泉里面 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细石器 早在一万多年前 当时的仙民们就已经在阿尔金山的深处 过着由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这个若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很有意思啊 在仙秦时期 春秋武坝里面有一位秦牧公称霸西戎 把秦朝的势力一路向西扩张 这就让很多羌族部落呢 就向西穿越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 在这足足上百只羌族部落中 就有一只选择定居在了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 从此这里就有了新的名字叫做若昌 但是若昌中的若字很有意思 它左边加了一个女四旁 古人之所以这么写 就是因为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这一只羌族部落 它还有丰富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 这只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女王 很可能她的姓氏就是若 那么走过了这个公园的大门口 大家看我身后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石刻的沙坛 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就是从当时的首都长安城出发 一路经过拢幼和河西走廊 到达敦煌 从敦煌开始 丝绸之路就分为了南北两道 南道则是经楼兰一路向西 经过河田 喀什 然后再走出国境 那么楼兰为什么在丝绸之路上这么有名 因为它就是从敦煌进入西域的第一座城市 第一个绿洲 也是当时东西方商品的一个贸易集散地 那么我身后呢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一面巨型的浮雕 展现的是2000年前汉代时期 古楼兰和若羌国的社会场景 来自东西方的商人都来到了楼兰在此汇聚 这就有一位正在手里面拿着丝绸进行贸易的商人 看他头上戴着这种高高的沾帽 这就是当时西域商人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在公元前59年 西汉设立了西域都护府 从此就代表着新疆纳入了我国的版图 在这个画面的左边有两个头戴汉朝官帽的这么一个人物 手里面就拿着一个丝丝方方的盒子 大家猜猜看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它装的就是汉朝政府四与西域国王的印喜 使者的右侧这有两位 他们就是汉朝时期的楼兰王和若羌的女王 大家看 在我身后 这有一个光着头的手里面拿着残障的和尚 相信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是谁 没错 他就是著名的唐朝玄奘法师 当年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十年 他回国的路上就路过了今天的若羌县 他说此地有一座城市名叫纳富波城 即古楼兰野 这个纳富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罗布泊的对应 到了公元13世纪末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来到了今天的若羌 就对若羌这座城市有着非常详细的描写 在大沙漠的边缘有一座城市名为罗布城 罗布城就是马可波罗对于若羌县的称呼 他说所有想要翻越这座大沙漠的旅行者们 必须在罗布城内修整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跟随商队穿越大沙漠去甘肃的敦荒 在马可波罗来到若羌之后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 整个若羌县可以说几乎都变成了一块无人区 直到公元1825年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 有一位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猎人 他来到今天若羌县南部的阿尔金山一带打猎 就意外在今天若羌县城周围发现了一座古城 还有一架可以运转的用来仿线的那种仿车 在此之后又在维吾尔人对于若羌县这一带的称呼 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卡克勒克 就是有仿线车的地方 在南疆的各地就逐渐开始有维吾尔族的群众 重新返回若羌到此定居 形成了一个聚落 到了1903年新疆建省以后 在此设立了若羌县 这就是若羌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到今天的前世今生 咱们现在来到了一处若羌县规模比较大的农贸市场 说来也巧 这处农贸市场的名字就叫做楼兰农贸市场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中国红枣看新疆 新疆红枣看若羌 若羌县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红枣之乡 咱们现在就走进这处农贸市场 进里面去看一看 其实若羌县种植红枣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1900年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 就在若羌县北部的罗布坡 发现了楼兰古城 惊奇的在古城内发现了一处果园 这是1700年前当时楼兰人种植的果园 他就在里面发现了早已经干枯的枣核 那就是目前发现的最枣的若羌红枣了 那我们看这个若羌红枣主要就分为两个品种 一种特别特别的大 这种枣当地人管它叫做菌枣 这边这个枣叫做灰枣 灰就是灰色的灰 很有意思 明明这么红彤彤的大枣 为什么会把它叫做灰枣呢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灰扑扑的 因为若羌县这个地方 周围都是荒漠戈壁 枣林附近也是黄沙漫天 所以刚采摘下来的红草 就身上就像穿了一层灰色的衣服一样 只有把它经过清洗之后 才会变成红色的 那么据说这种若羌线的灰枣呢 是新疆所有红枣里面甜度最高的 每100克干枣里面 含糖量能够达到70% 那么我现在就尝一尝 一个已经清洗过的灰枣 然后从资料上就看过 说若羌的红枣 都说它是生长在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坡 海拔1000米左右的荒漠戈壁 因为这里无霜漆长 再加上远离工业污染 昼夜温差比较大 这种种原因加起来就造就了若羌红枣的美名 吃了两口 应该说平心要和论 格浩没有吃出它跟内地红枣特别明显的差别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确实是要比格浩吃过的很多枣多少甜 但是它这种甜呢 又没有达到那种欧甜欧甜的感觉 所以感觉一口气还能吃好几个 老板你这个红枣多少钱一斤 这个18一斤 这个枣呢 25 哦 那不知道跟内地相比的话 若羌红枣的价格到底贵不贵呢 希望各位能够在评论区留言 写一个贵或者写一个不贵都行 满满一大袋的红枣 咱们今天就采购完成了 如果各位也有机会来到若羌县的话 推荐大家也可以买上那么一斤两斤的 这期视频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请各位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少年科浩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